大家好 今天再跟大家聊聊神奇的大A 大A的今天的走势确实是太奇葩了 周末这么大的重磅利好的出台 又是限制减持 又是限制IPO的发行 又是调降证券的保证金 同时又有超级重磅政策 调降印花税 这么大的政策的加持下 居然来了这么一个高开低走 巨大的一个英镑 给市场的冲击 信心的冲击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大 以至于连多头的老师 万年多头 大销老师都无语宁业 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讲话我就不方便评论了 再见 这在以往其实历史上 降印花税一般都能持续几个交易日 像18年6月12号降印花税 行情持续9个交易日 01年11月16日降印花税 行情能持续13个交易日 05年 降印花税可以持续18个交易日 08年那种超级大雄市 基本也能持续7-12个交易日 但是这一次的降印花税 真如网友所说 仅仅持续一分钟就不行了 这个反映什么呢 就只能说现在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太脆弱了 稍有风吹草动 就做鸟兽散状 大家就四奔而散 就跑路了 尤其是这一次下接的过程中 券商的走势也是非常的恶劣 基本开盘的都是涨停开盘 之后全部充高回落 这样一来 整个形态就破坏了面目全非 后面券商甚至有可能变为拖累大盘的一股力量 我们之前的上期节目给大家讲过 降印花税这类的政策 基本来讲它不能改变市场的大的方向趋势 但是短期它会带来一些震荡 或者带来一些市场的反弹和恢复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市场可以走出如此恶劣的走势 确实是比较夸张 这种恶劣的走势可以说是好多年都未见 可能上一次是在2015年股灾的时候 当时杠杆融资爆仓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过一两次 也是出现过这种见利好不涨 出利好以后全部开盘涨停 之后收盘的时候又跌停 确实只有在2015年股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两次 但是之后七八年都没有很少出现这么恶劣的走势 所以说当下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政策还需要加码 大家的真金白银 尤其真金白银的政策可能还需要不断的加持 否则市场的信心非常的低迷和脆弱 离3000点也不远了 似乎3000点的争夺战 我想还是需要争夺一段时间 如果3000点就这么轻易的突破下去的话 下面可以说是无险合手 而且容易遭遇很多包括两融的仓位 包括雪球的敲如敲出 包括很多基金的轻盘直转线等等 这种风险在3000点以下反而会变大 所以说在3000点关卡这个位置 我相信还是需要经过 还是要有一些争夺的 不至于轻易就这么弃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